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你看人好时人看你好,你大家都永远不会看到人家的辛酸,就好像做地产代理,不少人都会觉得他们又不是什么专业人士,只是靠把口做个中间人促成交易就有可观佣金收入。 于是就经常要求回勇或减勇,但他们背后有多辛酸,虽然在往事时,地产代理好象不愁没有生意,个个驾车住靓楼,但实际上,全香港现时有三四万个持牌代理,但好像近这几个月,如果单计一手成交,一个月都无一千宗, 头三个几月,二手注册量都只有一万一千多宗,即平均一个月只有三千多宗,即时说,一二手合共一个月只有约四千宗的成交,平均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成功开单,竞争都相当大,正因为成功开单的比例相当低,所以很多时地产代理为求开单都要抓紧就命做人。 有时有些行径根本是外人不能理解的,近年比较多人知道的,就是有代理为求促成一个汤铺的成交,当街当行跪单,一个大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客人下跪,希望客人帮衬。 这单新闻当年曾引起市场哗言,始终是涉及个人尊严问题,由于地产代理充当的,是中间人的角色,特别是做二手成交,又要满足业主的要求,但又不能得失买家, 不者一向都觉得,中间人永远都是不好做的角色,当大家都有某些东西起硬的时候,总会被另一方觉得中间人是没有出力为他争取, 又觉得中间人是偏帮对方,结果夹在中间,被两边分别以不礼貌的态度对待。 当然,有时问题根本不是发生在代理身上,但同样被痛骂一番,不者听过一个做代理的朋友说, 有一次有位客人体中一个单位,很喜欢,而且同质素的放盘相当少,价钱也不是太进取。 该朋友就应该做得成这单生意,但偏偏客人就是一个悠游寡断的人, 看中了,又要考虑会否买贵了,明明价钱本身都觉得合理,但就是在想买了之后楼价会升或是跌, 结果想了又想,在他决定购买该单位前一小时,就有另一个买家买了该单位。 最终,朋友生意没有了,客人的心头好又买不到,但客人就把买不到单位的责任推到代理朋友身上, 还在电话中大骂他一番,说代理朋友不告诉他有另一组买家正合谈。 说如果他知道有其他买家,可能一早已落实购买,但问题是,该单位是经由另一代理行促成, 而业主亦无透露过有其他人欺购中,这位代理结果是收不到佣金又被骂。 上述这些,在代理的辛酸中可能只是湿湿碎, 还有更多事不为人知,又或者连不者都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的。 所以,当大家要求代理回勇时,都要考虑人家赚的, 其实都是辛苦钱。 所以,当大家要求代理回勇时,都要求代理回勇时, 请站立起来راль照,请站立起来自家庭推荐表明。